看到大家呢对花架非常感兴趣 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木质花架 它的优缺点以及它的这个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木质花架呢 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美观 那么不管它这个上面有没有植物 或者说有没有开满月季花 它本身都是很美丽的 那么可以说呢它只要是住立在这个小院里 它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那么我的这个花架上呢有两颗月季 一颗呢是玛格丽特王妃 然后另一颗呢是超级多罗西 那么这个花架是我在2020年5月份打的 这个花架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有大概20厘米是埋在土里的 那么它的具体制作工序是怎样的呢 当时呢我是用了快干水泥 大概50公斤左右吧 一边呢每一边都用了大概25公斤这个样子 然后呢挖了一个坑将水泥呢添到这个坑里 因为它是快干水泥 所以说刚才使用的是粉末 一层粉末一层水 但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花架放下去 所以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必须是两个人共同进行劳作 才能把这个花架固定在这个水泥里 现在大家呢已经看不到水泥的影子了 因为上面呢也盖了一层土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比较节省成本 就是说根本不用呢去打这种铁桩 但是如果大家有这种经历 或者是说想要再多花一些成本呢打铁桩 这样我觉得会更好 那么铁桩呢它会使这个木质的花架留在土地上 可能更高一点的位置 然后呢它也避免了可能过于多的浸泡在雨水中 使这个花架的耐久性呢更好一些 我这个花架的高度呢大概是买的时候是两米二 那么买了二十厘米在土里在水泥里 那么基本上在地面上是两米高的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两米高呢我觉得是刚刚好 这样的话我可以比较好的去维护我这个花架上的月季花 比如说进行修剪啊冬剪什么都比较方便 那么除了水泥要花钱 当然这个花架本身也是要花钱的 这个木质的花架在欧洲是不是很便宜的 我当时是买了一个网上最便宜的木质花架 当时是花了大概六七十欧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花架除了架子本身 我又特意的去买了一些这样的铁片 然后来固定这个木头和木头连接的地方 所以说在这个组装的过程中 其实一个人是不行的 基本上是要两个人共同的协助来进行完成固定这个花架 并且呢还有一些多余的额外的成本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成本 包括这个木质的花架 以及这个铁片固定的成本 还有这个固定这个花架架角的水泥的成本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打一个铁桩的话在下面 那么大家还要购买铁桩 还要有打铁桩的成本 所以说这个成本的话总体来说是很贵的 最便宜的话也大概得在估计100欧左右吧 那么木质花架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木质花架这个架角 与土地和水泥连接的这个部分呢 它在雨水多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可能会浸泡在水里一段时间 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木质的花架 它会不会十年或者是五年以后 会在这个地方呢腐烂掉 会影响这个花架的稳固性 那么大家如果要是可以在这个地表呢 建立一个固定花架的这样一个铁架子 或者是铁桩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能它的耐用性要比这种 直接把这个花架的架角呢 埋在水泥和土里这种方式要好 可能耐用性要稍微好一些 但是好多少我也不敢确定 因为即使是用了这种铁桩 那么铁桩跟木质花架之间也是有一个连接处的 那么其实这个花架 它能够维持多久这种稳定性 可能更取决于它这个木头本身的一个品质 就是这种稳定性 也就是这种花架持维持多久 变成我两个人的一个肺炎 importantes 那么我可以视频